能找到父娘最好的地方吗 粘度香水 红虾 很海鲜 在这个万籁狙击的早晨 我决定要去跑步了 现在是早上的6点34 因为考虑到今天可能我要上下山的这么好 所以会跑得很慢 所以我现在就出发 免得耽误今天的行程 你说这迎第二个月 说笑的难免您 也一点都不过分 第二个公里我就结束了 这个就跟我们吃 就是吃饭的一个小镇 还挺好看的 这估计是我这次跑步里 能找到风能最好的地方了 虽然被树挡了一点点 跑回这个营地了 7点47 再回去收拾一下 洗个澡 出发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第一站 是去花工拿那个香水厂 那个花工拿的那个香水厂 已经去过两次了 然后每次都买一堆香水 可是买回来之后又不怎么用 可是还是想去 因为超级香 哇塞 我这装的时候画有点太浓了呀 每天都会这样 是吗 好吧 每天画完都觉得自己装好浓啊 好吧 我现在还没有画口红 吃一下酸奶 今天都已经收到 67.6了 可以的 没想到出来旅游还能收 这个墙上画的它这个工厂 这个品牌建立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记得 它就是家族史 然后这块放一些它的香料 然后就奇怪 这儿有这个香菜子 这儿有丁香 这个是小茴香 这个是八角 然后这个是这个胡椒 感觉跟做饭一样 这儿有辣旺的是那个薰衣草 然后这儿有五月玫瑰 它说今年的那个 那个今年的那个就是 推出的香叫木兰 木兰香 香水之路 大国为什么那么多 那么多荷儿 别的国家就那么一点点 看这个 这就是今年的 年度香水 这些就是它的那个第一步蒸馏的大罐子 然后这个它是做香皂的过程 闻香水 坐在正经 10分钟之后就开始进入了购物环境 它家的这个玫瑰的超级便宜 还挺好闻 就是200毫升40块钱 600毫升63 然后 这包装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这个屋子里的 哇塞 都超级好看 但是我闻了半天 我还是最喜欢这个 这个没有香水 只有这个熏香和蜡烛 因为它是留巧克力味 你好女士 我们吃了鸡丝 还有鸡丝 谢谢 谢谢 好现在买了这个 鸡丝和那个仙人掌 不知道就给鸡丝尝一讲 因为刚才吃了小可爱的那个 维尾兰 和那个虚拟草 所以就没买 我觉得这还挺好吃的 小可爱快来 一口价是没了 这个是后醉的 嗯 好吃吧 选你这个 超好美国呀 这个熏不过什么呀 这个是仙人掌 或者吃 没吃出来 仙人掌 嗯 这个好吃吧 哇 这个伞真的是为今天这个我们来预备的吗 它尝尝那一条路 全是伞 哇 算 好了 格拉斯两个小时游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晚上去超市买海鲜 晚上回家做海鲜大餐吃 欧上进城了 刚才那个超市没有买到海鲜 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再换了一个大车路 哇 这属于走不动道了 为什么我们那边都没有这种 把这俩买了 我说为什么断了条腿 对 对 这可能是断了条腿 才卖的便宜吧 那个也值得 哦 怪不得 我说是40 房东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决定现在这个城市稍微的转一转 发现这个湖边有好多的鱼啊 不是海边 海里 有好多的鱼 那鱼超大 就是这么大一条 不过刚才我们也买了一个 哎 早知道不买了 应该跳下去抓 然后这个城市呢 一堆的这个私家的游艇 围杆一堆一堆的 然后那边有一个城堡 一个老的城堡 看到了吗 超多鱼 这鱼也都不小呀 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 自己不仅有游艇 还把自己的车从瑞士开过来了 好了 我现在在嘎那的沙滩上 不过这回没看见罗女的海 好不容易天稍微强一点 所以跟她稍微玩一下 然后待会就回去吃我们的海鲜大餐 你们看到那个飞机上了吗 他上面写着能不能嫁给我 他要再飞回来吗 回来了回来了 哇塞 真的这个太浪漫了吧 还写着 Loha Vodumabose 这得让沙滩上多少男孩都很尴尬呀 有了海鲜这个都没得吃了 你看不敢吃 太疼了 捉破了 今天晚上我们打算做麻辣香锅味的海鲜 然后还打算做一个炸鱿鱼箱炸鱼 再做一个蒸大螃蟹和龙虾 待会给大家看都是什么 超级的好这些海鲜 这些是麻辣香锅的配料 然后我们还买了虾超大个一个 龙虾 哇塞 它掉了一只腿所以便宜一点 这个是蓝龙虾吧 船船中的两只 哦这个蟹 大家有吃过吗 还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看它超级大的 这能当空虾了吗 你再给我一个勤劳的镜头 我就是只是想证明一下 我很勤劳 我再洗油一圈 像鸡先吃的两味 麻辣香锅 大螃蟹 大龙虾 复制鱿鱼圈 炸的鱼 木勒 还有这个虾 很海鲜吗 很海鲜 这些飞机 你最喜欢 还有这个礼物 还只是在这些飞机 很雅 好 都好 就是 我们有关 我们可以用那个 然后 我们可以用我 下 avons 我们可以用一个 帅 我们可以用到